今儿中午 鸡腿 粉丝 胡萝卜 特好吃 这我们都成了不少了 都开始吃了 这个 我们两口子 谈不上老年吧 是吧 我五十出头 我媳妇才四十多 是吧 还有我儿子 还有我儿子的女朋友 他们俩二十出头 我们四个人 特好吃 特软和 特烂和 特入味 我都吃了不少咯 这粉丝也特别入味 看看这汤汁 上面有点油花 是吧 还有花椒 再吃点这个 沙拉 蟹足棒 蟹足棒 黄瓜 土豆泥 这小黄的 这是什么豆来的 我都忘了 不是豌豆 叫什么豆来的 玉米粒 对了对了 你看我这记性 玉米粒 吃点豆饭 豆饭 现在我喜欢吃豆饭 或者是 小米饭 不爱吃那种纯的大米饭 觉得没意思 觉得并不好吃 过去中国人穷 一说叫精米 精面 精米 就是这个大米 面粉 都得是这个多道程序加工的 这个精致的 富强粉 实际上我更爱吃那个标准粉 是吧 那面 我喜欢吃黑的 颜色越黑 我越喜欢 我不喜欢吃特别白的面 那里边容易有一些增白剂啊 甚至掉白块啊 对吧 这乱七八糟东西啊 刚才我们四个人还加上这条狗也给他吃了不少 走了 吃饱了没有 看这颜色 是吧 颜色啊 这颜色色香味型俱佳呀 今天也凉快了 也凉快了 我们这还稍微有点阴天 才二十多度啊 对了 这个算贴秋标 贴秋标啊 这个我看天气预报了 连续九天 从今天开始 最高气温 二十七 二十六 甚至更低啊 这个秋天应该 来了 正式来了 夏天应该正式结束了 昨天还是三十二三度 连着五天 之前也没觉得多热 就最近的五天 我们这个巴塞罗那真是风水宝地 一年呀 超过三十度 需要开空调啊 也就是一周到两周 这回我有印象的 就五天我开了空调了 就是从昨天开始吧 昨天礼拜五 周一到周五 而且到晚上也可以不开 其实我们家有好多从北京带来的大蒲扇 大蒲扇一扇也挺凉快的 是吧 今儿早上起来 六七点钟啊 六点多吧 我这一起床到院里一溜的 嘿 这个今天听到了一种 我原来从来没听到的鸟叫 是吧 我们家周围有什么戴圣鸟啊 有八哥呀 有喜鹊呀 有燕子呀 有啄木鸟啊 有鹦鹉啊 有这个野鸽子呀 可能也有乌鸦呀 对 有喜鹊呀 哎 今天听到有一种鸟叫 特别欢快 反正没法形容啊 也没给录下来 一个一种鸟在这叫唤 这边最漂亮的鸟是那个 是那个绿色的 纯绿色的一种那个鹦鹉 往往它是七八只 那个是一对吧 一群 可能是一个家族啊 七八只鹦鹉 飞来飞去啊 这个特别漂亮 但是鹦鹉你不容易拍到它 它飞的特别特别快啊